各位好,今天2月24号,我是五月三人,吃了吗? 我今年50了,在10年前从来没考虑过是养老金这种问题 当然我现在也不考虑,我是从来不指望国家给养老,政府给养老的 哪怕是我党,我政府,当然是一直在,原来在我工作的时候是说国家来养老 但是现在您看这个状态,他养个屁的老 对不对,这个很正常的事情 我从来没指望过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给我养老 但是我交钱,为什么呢?规定 这规矩在这儿呢,所有的人都是觉得这个规矩应该维持 那就交钱呗 到今天为止,我在国内依然保持自己养老金账户 对吧,到今天我也没有换护照嘛,我还是中国人 从理论上讲,我还是中国人 那那个各种各样的,包括医保,包括这个什么,包括这个基础的养老保险 什么这些东西,我都交着,没问题,都给你交着 但是我不指望,当我退休的时候,我能够拿到多少钱 日本这块我也交着,我也不指望将来呢,我用日本政府给我的退休金养老 虽然我已经交了差不多要十年了 为什么如此啊,这是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我从来不认为 就是政府能够真正的保证我个人能够在我退休的时候 我就虽然交了很多年的钱 在我退休的时候,给我足够的钱,维持一个更好的生活 就是比如说,像我现在这样的生活,它肯定维持不了 对吧,给不了那么多钱 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东西啊,就相当于我一直认为 所有交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钱,包括你的你的那个失业保障啊 包括你的这个什么医疗啊,只要交给政府的钱,全是税 是吧,是我尽这社会的义务 但是你指望着从中能够拿回多少来,这事就不要想了 基本我是不想,当然也有可能别人在想 对吧,我父母那一辈人呢,他们是比较好一点的 我父母呢,那个离,就离,这个退休之后 那现在收入不,现在收入不低 足够维持一个相对体面的生活 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就拿退休金就可能 就可以维持这个相对体面的生活了 他们这边人还不错,而且他们职位比较高 这个确实是啊,必须得这么说 所以呢,那我既然如此 我其实很少关注这个养老 可是你到了岁数呢,总有时候呢 会关注一下说,这到底养老金是怎么回事啊 所以呢,前两天一看新闻,哎,好了 国内呢,也出新幺额子了 不,出新政策了 说呢,养老金呢,全国统筹 这个话一说出来,你就知道啊 这事啊,确实很麻烦了 为什么呢,因为 只要是说全国统筹 那就跟那个,跟那个税务转移 是其实一样的 为什么说,所有的交给政府的钱都是税啊 这其中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您想想看啊,我们交给政府的税 那税是什么 税其实是转移支付的一种手段 对吧,就是说你交了税 那变成了这个国防啊 基础建设啊 包括一系列的开支啊 那由政府来决定 去把你交的那些税 然后呢,转移到别处去 甚至也包括去给其他的人 比如说没有,家庭不那么好的 对不对,社会福利这方面 你要给他转移过去 转移支付嘛,这个就是 那养老金所有统筹 为什么我说养老金也是税呢 那全国统筹的话 肯定就是一个转移支付的过程 转移支付很简单 就是说有好多省市的这个 国内好多省市的这个养老金呢 已经入不敷出了 那我看了一个有一个研究啊 说是2020年的时候 也就是疫情那一年 前年 那个国内的养老金的 那个直接是断崖式的下跌 大概呢 有是到什么程度呢 只有六个省市是有结余的 您可以想象都是哪 但是我非常惊讶 会有西藏 它有结余 那其他地方呢 拳头是亏 尤其是东三省 东三省就不说了 那很简单呀 就是大量的人离开呀 对吧 你收不上钱了 你还你还有什么 可养老金可说的 因为养老金是年轻人 养那个养老人嘛 对不对 你虽然老人 你交了一辈子钱 但是你是养在前面那些人 然后呢 你你的孩子和你的什么 和你的这个 其他的这些后辈们 他们交钱养你 那就是说东北三省 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 就是年轻人越发的出走 不在那边工作 不在那边生活 那他就没有后续的这些 往里的这个钱继续往里给搁进去 那就是完蛋了 据说有断崖是下跌 减了46% 46点多的 那那就是很可 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数字了 这个东西等于一出来之后啊 就是大家就觉得 我操 说他妈这个太扯了 说那你如果养老金呢 全国统筹的话 那只能够由这个富裕的省份 往那个别的省份拨 其实说白了呢 那就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 引证止渴 而且呢 这种拨呢 你这种化拨呀 这种统策 就你把它叫统筹 叫也好 叫化拨也好 而且是没有尽头的 为什么 因为城市化整个的进城 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就是说那些小的城市 比如说包括那些二三线的县城 二三线的城市 它一定不会像是 这些大的城市群一样 能够聚集更多的人口 就是大家都会往那个大城市走 不光是中国如此啊 不光是中国如此 那个像那个 像发达国家都走过 都走过这个过程 现在你看日本 那东京聚集了多少人口 多大一片面积 那个城市群 它不是像一个城市 它整个是一个城市群呢 那个几千万人呢 这个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像这个有几个城市 城市的这个中心 比如说关东那边是京都 对吧 那不东京 然后这边呢 是这个大阪 神户啊这些地方 我跟您说吧 像京都这样的城市 对吧 旅游业还是比较发达 这两年人口都减少了 减少好几千人呢 开玩笑的事 就一共才多少人啊 一共才百万左右 也就是这样了 而且还是这种 对很多人而言 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居住地的地儿 它也经济上也没有太糟糕 那就都会这样 它有一个聚集效应 那像这种转移以后 而且呢 留在当地的人往往都是那个老人 对吧 老人他不太有可能说直接换个地方生活 因为他也没法生活很多时候 那就是留在当地的都是老人 那就只能够说从其他地方调拨养老金 然后才能够支付他的养老账户 而且这个我说了不可逆 只能够越来越这个 越这个程度越高 你划播的范围就越来越大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全国统筹 就划播呀 它是只要一开始你就不可能停下来 那很多人就会说很奇怪了 说这个怎么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这钱我不就白给这个其他地区了吗 比如说您在上海 对吧 您在北京 您觉得您自己养老金是够使的 这个北京的养老账户 上海的养老账户 它是有盈余的 那我要把这个东西划到别处 那我们将来怎么办 这个事情您就甭操这心了 所以现在为什么他又出一台 一个新规定呢 叫做延迟退休 江苏省刚开始干这活了 是延迟退休 虽然他说也是个人同意 然后在那什么 在备案这个东西 但是中国这事您要理解 他能把这个你自己愿意 变成你确实自己愿意 为什么呢 他只要逼你 你就不能不愿意 那你敢说不愿意吗 对吧 你就是说咱一说起来 一说起来 你是不愿意说那习主席万岁 对吧 你也不能说咱们的态度高皇帝万岁 那你不说行吗 你有时候你就必须得说 所以呢 你自愿还是不自愿 在中国这些地方 你就说自愿 就完了 而中国这个退休这事啊 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原本的规定是这样的 60岁 男的是60岁退休 女的是50岁退休 这是在工矿企业工作 如果你在那个高温高压的地方 然后环境恶劣的男的他55 女的是45岁退休 这个干部啊 这个是另一说 但是干部一般也都是60岁退休 你当然你看你一定级别啊 那你像我们张高丽老师这样的 那就得有其他 他的工作时间就延长了 为我们党国做了更多的贡献 这当然这是另一说的事 那像这种情况 你退休的时候 您自己想想看啊 您比如说您作为一个工人 但是您没在高高压地方工作过 您60岁就退休了 是吧 您该拿退休金了 我们中国的这个预期的寿命呢 我查了一下啊 现在是77.3岁 就是说呢 如果您达到我们中国的这个男人的 就是基础寿命啊 基础寿命 就是能够达到这岁数 您大概能拿17.3年的这个退休金 其实说起来也不少 是吧 就是能扛 能有十几年的这个生活过 但是如果您到了这个65岁退休的时候了 这事就不好说了 比如说那个你看江苏那边 它是最年轻退休最少是一年 但我估计呢 他大概从一直以来的新闻 这个说的方法来看 他大概应该在都会给你提到65岁退休 男的 男的等于只拿12年多了 不光是这个 您这五年当中啊 就是说您不太可能就是还有职场 您就别想能够再成为一个什么什么牛逼的人了 很多你看现在更多的时候 你是一个自由职业的时候 你再往后 我们这个 我这么这么介绍啊 这么说吧 你现在退休 可能还好 再有几年退休也还不错 这年轻的人到这个岁数退休的时候 你会发现真的有问题了 为什么呢 一个呢是啊 我们现在有一个所新创造的词 叫做 叫做那个 叫什么 自由职业吧 不是 不叫自由职业 就是两亿人那个啊 我忘了那个词叫啥了 叫做灵活 对 灵活就业 那灵活就业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当你灵活就业到该退休的时候 甚至你还没有到该退休的时候 你就已经没有办法灵活就业了 可是那个时间段呢 那你既没有退休金 也不太可能有这种 像原来灵活就业起码一个收入 那个才是真正麻烦的事 你理解这事吗 这个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 这是一个 二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啊 到今天为止 我们依然在吃着什么呢 就是人口红利的那个 人口红利那口饭的那个鱼味 我们现在已经 其实知道我们人口红利的这个东西 已经渐渐的没有了 对吧 但是可是这个 这个这个快车往这边走 他有一个 你就是哪怕减速 他有一个滑行距离呢 还现在有这个有这个路径 就是说呢 你比如说像程序员 35岁以下 对吧 他就可能就失业了 其他的招工 很多地方就不招这个老人 别说老人了 您过40岁 您再找工 重新找工作 其实是一相当困难的事情 整体社会氛围 还没有给这些老人 提供工作的机会 或者是这个工作机会非常 非常少 这个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我们吃这个人口红利的 这个 这碗饭呢 吃的时间太长了 而且呢 在在一个相对封闭的 一个比如小圈子 小环境 小行业当中 他还居然还有能够选择的余地 因为中国人口基础大 对吧 你虽然这边说老人多 但是呢 你人 年轻人少了 可是从一个绝对数量来讲 这个年轻人还是有的 那他就可以进行选择 他不给这个老人 整体社会没有给老人 工作的这种氛围与机会 所以你看 再过几年退休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这个事情 十年之后 如果整个社会 不把这个东西给他 就是整个的这个 关于老人的工作呀 这个什么 这些养老这些东西 整个建立好的话 你会发现 他既没有到了那个岁数 他没有办法有退休金 他又 他又没有办法 真正找个工作机会 那个才是他妈真正的吧 这是 你以为呀 您以为什么呢 就是说 您以为说 说那我跟原来的单位 再签合同 人家单位 为什么要跟你签这合同 我们都知道 那如果您只是一个 普通的这种劳动者 您到了那个岁数的时候 您的体力反应 思维能力 你除了经验以外 你有啥 你有啥 对不对 那你没有这种 工作机会的话 为什么我一家公司 要您都该退休了 我再养您五年 这事可 这事对于我 作为一个老板来讲 我哪怕我 作为一个老板来讲 如果这个社会没有整体这种氛围 我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成本 你等于是把这个养老的这一部分责任 政府把这养老的一部分责任 这几年的责任 夸击一下 推给社会了 推给个人了 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 您知道吗 这个根本你就做不到 所以啊 你哥现在我们叫什么呀 未富先老 我们现在这社会叫未富先老的社会 它跟其他的那种老龄化社会 就是不太一样 您比如说您跟日本比日本也是老龄化社会 这比中国要老 您来日本旅游 您就可以看到 那出租车司机往往都比我岁数大 您想想 然后呢 我一打车拎着箱子 就去京都站 然后咱们去那个去某某地方玩去了 然后拎着箱子去了 你到楼下一打车 司机下车要给我拎箱子 我一看我和大哥 您可千万别 您老腰在闪着 这您求您了 您请回去 我自己拎就完了 是吧 然后赶紧自己拎箱子 这一到地方 人家也还是赶紧下车 准备帮你拎箱子 打出天就没敢让他们拎过 但是呢 人就这么干 人家那岁数在这 这他就是 都是老人在开出租 他整体社会范围在这搁着了 给老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 而且他力所能及的 你开出租总可以 对不对 还有一些就是 日本啊 干那个活 您比如说 您在街面上施工 对吧 您或者是说 您这块有车 一个出入口出车什么的 那有老人就在那 有这份工作 干嘛呢 拿一棍 拿一那个荧光棒指挥 那日本人也 日本人也守规矩 就是他一指挥 你就马上就停 各种各样 他一个工地啊 干活的大概仨人 俩人可能 有俩仨人 就光指挥交通的 如果这个路口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指挥交通能够有四个 就在这都指挥着 对吧 那这个也算工作 这个也算工作 他整体社会范围 他一个是有钱了 这个社会有钱有得早 对吧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他整体社会范围 他提供了这些工作机会 这些工作机会呢 是被保证的 而且呢 他们呢 也是退休之后 他正儿八经 他还是拿退休金的 他退休金也不高 这么说吧 日本的退休金 保证你吃饭肯定没问题 就是温饱肯定没问题 但是呢 你要想活得好一点 或者手头更宽裕一些啊 你就得去工作 工作的时候就会多挣一些钱 虽然很多人呢 在离职的时候 会拿到一大笔钱 日本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在一个公司工作 对吧 你要离职了 就是你退休了 然后呢 给你开欢送会 肯定是应该的了 夸给你一大笔钱 就是你这么多年服务的 给你一笔钱 退职金 然后呢 你在那个 在拿那个 在拿养老保险 就是你的养老金 这个东西 但是毕竟还是少 这个钱还是少 咱必须得乘上也少 然后呢 你如果愿意 你不愿意工作 对吧 你的钱呢 大致而言 也够你温饱 如果你要是愿意工作 社会上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 这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整体 这个东西一点都没见 你想啥呢 您自己回去看看 那个就是我们国内 给老人提供的工作机会 这些东西有吗 有多少 对不对 这个是日本这边 整个的这个社会氛围是如此的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你看 你转移支付也做了 你他妈的这个 呃 你的延迟退休也开始实行实行了 但是那配套在哪里 配套在哪里 我们还在 我们还在吃着那个 人口红利的残缸生饭呢 没有人打算真正见这个 你你不见了 你不见的时候 你到十年之后怎么办 当然了你也想你也这么你也就这么想 包括我们包括我们圣上 或者包括我们下边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官员 十年之后肯定都不在这个位置上 他们不会考虑这些东西 你没有什么议员啊 这什么去去帮你去考虑 你他妈不这么干 不行 没人管这事 这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 所以这回他这个统筹 以及江苏江苏省开始这个 呃所谓的试点 你将来你就看着吧 真有一天啊 我这么说中国经济往前发展着 这个一点毛毛都没有 这个只要发展 以一个速度发展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被掩盖下去 就像是一说的是吧 北京一下雪就成了北平 为什么他一下雪成北平了呀 那他妈是不是给盖上了吗 对吧 显得骨色骨相当于把那些烂东西给盖上了 这经济发展就是这样了 所以老说啊 说那经济发展是我党执政合法性最强的根基 一旦经济不发展了 或者是我们这 我们没有经过这个倒退 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年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没有经历过经济危机 真正意义上经济危机 以及经济上的经济上的那种倒退停滞 如果一旦停滞 一旦倒退 会出什么样的事情 各位可以尽可以想象 而一个国家这么巨量的 这么巨量的经济体 这个这牛逼的经济体 世界第二 这么多的人口 那你说他能够一直按照那个上升曲线 那么去发展的经济吗 怎么他妈可能啊 我操 好 谢谢诸位